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英国军队大举侵入苏格兰时 玛丽的母亲急求法国娘家派兵来解围 法国也正需要跟苏格兰结盟对抗英国 于是由玛丽的母亲做主 将玛丽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刚出生的儿子 因着这门政治联姻的娃娃金 苏格兰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英军的威胁 法国也顺利地在英伦地区 牢牢地打下了一颗钳制英国霸权的棋子 1548年8月7日 根据苏法婚约 法王亨利二世派出法国舰队到苏格兰 将五岁的儿媳妇玛丽迎接到法国宫廷 从此玛丽在法国宫廷度过了13年岁月 作为法国的王楚飞 玛丽在法国王宫内备受宠爱 她的身边也有自己的小朝廷 为了照顾她 她的母亲特地从苏格兰派来几名大臣 随时左右 也将一些小伙伴派来陪读陪完 其中有两名由其父詹姆斯武士私生的同父异母兄弟 还有号称四玛丽的四位与玛丽年纪相仿的苏格兰贵族小姐 所谓四玛丽 就是四位名字都叫玛丽的女孩 玛丽女王生性活泼奔放 美丽聪明 能言善变 在法国王宫 她深得各方面的好评 法国为她提供了最好的素质教育 当她的学习生涯结束时 除了她的母语苏格兰语之外 她还通晓法语 拉丁语 希腊语 西班牙语 和意大利语 此外 她还会两种乐器的演奏方法 还会写作写诗 还会码术 逊英术 和缝针术 总之 该会的她都会了 另外 玛丽的外祖母 波旁家族的安托瓦内特 极为呵护这位可爱的外孙女 在玛丽留法期间充当她的监护人和主要决策顾问 在安托瓦内特的深深影响下 玛丽成为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1558年4月24日 也是根据苏法婚约 玛丽与她的表弟 法国王储弗朗索瓦二世 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婚礼 1559年7月10日 弗朗索瓦二世 继位为法国国王 玛丽也就成了法国王后 除了这个显贵的身份之外 按照欧洲王室的常规继承法 玛丽也是英格兰王位的顺位继承人 排在她的表姑 当时的英格兰国王 伊丽莎白一世之后 美貌 智慧 谋略 全是这位玛丽女王 似乎把所有世俗的好处都给占了 前面说过 玛丽结婚不到一年半 丈夫便撒手人寰 丈夫的弟弟查理九世接班 做了法国国王之后 她的婆婆成了垂帘听政的摄政王太后 作为过气的前王后 玛丽已经没有继续留在法国的意义和理由 所以只能回老家苏格兰 离行前 玛丽的外祖母安托瓦内特 千叮宁万嘱咐 孙女 苏格兰已经落入新教长老会的手中 形势非常复杂 你此去回国一定要加倍小心 尤其是要提防长老会的首领诺克斯 此人是加尔文的门徒 写过一本书 专门诋毁我们女性统治者 她听说你要回去 就已经下令 坚决不让你在教堂 举行弥撒仪式 玛丽听爸撇了撇嘴 显得不屑一顾 在外祖母面前 她治下豪言壮语 外婆您老人家就一百个放心吧 我回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这个 不知好歹的诺克斯 找个机会给他定罪 都说你人能顶半边天 呸 我玛丽要把整个苏格兰的天 都给他顶起来 别说做弥赛仪式 我还要恢复天主教教会的往日权宜 哪怕把天戳个大窟窿 我也在所不惜 我看他诺克斯能把握怎么样 看他今后还敢瞧不起我们女人 摄政王太后也对玛丽记忆厚望 在接见她时 希望她在不久的将来 让苏格兰重回天主教的怀抱 并许下诺言 如果儿媳你能把苏格兰拉回来 我们法国一定会尽全力支持 你在苏格兰的权势 而且也会支持你 成绩英格兰的王位 玛丽听了这话 当然感激替灵 当即表态 王太后万岁 法国和天主教会 对我有知欲之恩 我必当涌全相报 我一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回去之后 我一定正确认识和分析苏格兰的形式 深入调查研究 以强大的力度阻止长老会的改革 积极破解即将面临的各种难题 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和巨大压力 凝聚广泛共识 汇聚强大力量 为恢复我们天主教教会而努力奋斗 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 我们苏格兰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果然 玛丽刚回苏格兰 立刻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宗教抗争 1561年8月21日 星期日 玛丽刚回爱丁堡 才两天 她就悄悄地跑进和里路的王宫中的教堂做迷子 这一行为引发长老会和全国改革议会的激烈反应 诺克斯听说之后 便严厉地谴责玛丽的所作所为 她在讲台上宣告说 那个刚刚回国的玛丽女王 无疑是在明目张胆地对我们新生的苏格兰长老会 进行可耻的挑战 她在天主教堂做一次迷子 要比一万名敌军登陆苏格兰 更加令我愤怒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继续对抗任何人 任何违背神话语的权势 长老会和天主教就势力 双方都行动起来 准备为各自信仰而战 苏格兰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玛丽女王生气了 9月14日 她下旨召见诺克斯 想给她来一个下马位 诺克斯应召来到王宫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从年纪上来说 诺克斯已经50多岁 玛丽则还是19岁的少女 从身高上来说 诺克斯身材短小 玛丽却很大只 有1.80米之高 却说这一天 诺克斯走进宫来 玛丽端坐在那里 身边有几位侍臣陪着 诺克斯走进前来 快速地打量了玛丽一下 见这位女王头额细长 赤褐色的头发 但褐色的眼睛 眉毛细拨 眼睛沉重 算得上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女孩子 玛丽也打量着这位 她久闻大名的诺克斯 见她面色略红 气度不凡 长长的落腮弧已经花白 一双深蓝色的眼睛 透着倔强的神情 诺克斯先师一礼 爱丁堡长老会 牧师约翰诺克斯 参见女王万岁陛下 听说数个星期前 万岁风尘仆仆 从法国赶回国听证 我代表爱丁堡长老会 对你表示热烈欢迎 玛丽的脸上泛出一些笑意 哦 原来你就是诺克斯牧师 朕早就听说你的大名 你可知道朕为何要请你来公众 请万岁明示 是这样 朕听大臣们禀报说 你从前在英格兰引发民众骚乱 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使用邪门巫术 前些日子 你又在妄议朝政 煽动朕的臣民起来造反 恶毒攻击朕的合法权柄 这些可是属实 诺克斯的脸色凝重起来 万岁 这都是谁在你面前散布流言蜚语呢 我倒是要问你 你是不是不顾改革议会的既定宗教政策 秘密地在宫内教堂举行弥撒仪式 你可要知道 根据新晋颁布的信仰宣言 任何人在行弥撒之时 必须治罪 严惩不待 玛丽脸上情转多云 甚至犯出了暴风雨前的戾气 弥撒仪式是我们圣教会的一贯传统 是教会胜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们胆大包天 竟敢悍然废除弥撒 正是岂有此理 朕在宫中举行弥撒 你们能将朕怎样 朕是君 耳是臣 你想造反吗 上帝岂非命令人民顺服他们的君王吗 就是你们得顺服朕的权利吗 万岁 此言诧异 实际上 权利的源头不是君王而是上帝 因为通常君王们对真正的信仰都比较无知 在信仰的问题上 人民并没有顺服君王的义务 难道古希伯来人应该皈依法老的宗教 但以理应该信服尼布甲尼撒和大流氏的宗教 如果君王否认上帝的权威 滥用上帝赐给的权柄 人民当然可以不顺服君王 当然可以以任何方式来抵制君王 你说任何方式 难道也包括你鼓动人民用武力来推翻君王吗 这不需要我来鼓动 如果君王误导人民 甚至压迫人民在信仰上偏离正当 人民当然可以采取任何方式来阻下君王的一意孤行 哼 虽然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 可是希伯来人也好 但以理也好 并没有用武力对抗君王啊 万岁 这是因为在当时上帝并没有赐给他们刀枪 也没有赐给他们机会 如果上帝赐给他们刀枪和机会 你想想看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玛丽有点坐不住了 他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 如果臣民有刀枪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抵抗他们的君主吗 万岁 如果君主越过了界限 那么臣民当然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抵抗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 但如果某个父亲陷入疯狂 要杀他的儿女 这时 儿女们奋起抗争 连起手来抓住父亲 夺过他的刀剑 将他捆绑后关入监牢 直到他的疯狂平息 请问万岁 儿女们这么做 对还是不对 同样的道理 有些君王居然会对自己治下的百姓 打开杀戒 就如同陷入疯狂的附近 所以如果臣民夺过他的刀剑 将他捆绑起来 关入监牢 等他恢复清醒 这不是臣民不顺服君王 而恰恰是臣民对正义的顺服 可以说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 万岁 你说是也不是 玛丽傻愣了半生 又坐了下去 她冷笑了一下 道 原来如此 诺牧师 朕明白你的意思了 看来朕的臣民应该顺服你 而不是顺服朕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不按朕的命令行事 却要让朕来听任他们的摆布 万岁 你这是哪里的话 我约翰诺克斯 从来无意命令任何人顺服我 也不是叫臣民任意而行 我一生劳苦侍奉教会 目标是看到君王和百姓 一同顺服上帝 万岁 当你被要求顺服上帝的主权时 请你不要以为受到了冒犯 因为正是上帝 是臣民隶属于君王的权杖之下 并且履行顺服君王的义务 上帝期望国王们像养父一样 照看他的教会 并且命令女王们 像如母一样眷顾他的子民 万岁 这种对上帝和教会的顺服 是凡人在这个世界上 所能得到的最高贵的尊严 这种顺服和尊严 也将带领他们进入永远的荣耀 但是 你们并不是真要保护的教会 因为朕必须捍卫罗马的教会 只有罗马的教会 才是真正的上帝的教会 万岁 你的意愿非常错明 你的说法毫无根据 不管你如何盼望 也不可能将罗马教会 这个淫妇变成真实无伪 纯洁无瑕的 基督的心腹 哦 对了 你不要为我称 罗马教会为淫妇 感到惊奇 因为无论在教义上 还是在行为上 在罗马的那个所谓的教会 都已经全然被鼠灵的淫乱所玷污 你这是胡扯 诺牧师 朕的良心 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玛丽急了 万岁 良心需要真知识的指引 请你再属我之言 此时此刻 我倒是觉得你没有并没有这种真知识 放肆 朕从小就在伟大的法兰西的宫廷中长大 也读过多年的圣经 也听过主教老师们的尊尊教会 这有什么稀奇 万岁 那些把基督送上十字架的犹太人 也是如此 他们都读过律法书和先知书 也听过拉比们 有关那些经书的含糊解释 除了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准许的人士之外 万岁你是否听过 其他人的教导 如果没听过 我愿意每天花时间来给万岁你讲一讲 这时 诺克斯希望女王能听她的讲道而悔悟 可是 玛丽根本不给诺克斯和她自己这个机会 你用你的方式解释圣经 朕的恩师 用他们的方式来解释圣经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请问 谁能充当裁判来断定是非呢 朕究竟应该相信谁呢 相信谁 相信主啊 万岁 因为他就在圣经中清楚明白的说话 除了上帝的话以外 你不应当相信任何人 上帝的道本身就是明显易懂的 如果某处经文的意义貌似含糊不清 但圣灵会在其他地方做出解释 上帝绝不会自相矛盾 所以 除非遇到那些特别明顽不化之类 否则圣经的真理是人人都可以明白的 比如就拿圣餐来说吧 圣经上如此说 打住 打住 朕在神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不足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朕的主教老师们在这里的话 他们肯定可以很容易地答复你 万岁 说实话 我巴布的全欧洲最有学问的天主教学者和你最信任的导师一起来此 和我当面辩论一场 我巴布的你能耐心聆听这场辩论直到最后结束 因为我毫不怀疑 万岁 到那时你就会了解罗马天主教的空洞虚假 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教义是何等缺乏上帝话语的根据 是吗 如果可行的话 如果朕的主教老师们有空的话 那么朕确实可以安排这场这样的辩论 如果我今生有幸得到这样的机会 那一定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在教皇派中 愚昧无知的人士不会有辩论的耐心和能力 而其中真有知识的人士却老谋深算 永远也不会来应战 唯恐会在万岁面前破绽百出 进而暴露罗马天主教的真正根基 如果他们能拿圣经上面的真理来驳导我 我倒是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蒙蔽 好吧 好吧 朕说服不了你 你也说服不了朕 但是 罗马教会和长老会都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思想 双方教会随时可以重启各层级 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 要合作对话 要管控分歧 对于苏格兰的政局稳定 你们长老会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大家要通过平等和建设性的对话 回到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 诺克斯听了玛丽这些不痛不痒 冠冕堂皇的官腔扭伸而去 经过初次交锋 他已经完全知道 这位新近从海外归来的玛丽女王 骄傲狡猾 顽固不化 是罗马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她的耳朵不会听尽任何的忠言和规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